吃饭,卧床休息之外,透过窗户看看外面的街景,是93岁长春老人崔志荣最常做的事 崔志荣现居住于长春市平阳街中日友好楼,是日本遗孤的中国养母 老人当年收养的日本遗孤圣木寻美,在日本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但这份特殊的情缘未断,圣木寻美的两个孩子,圣木思宾,圣木思静,已成为老人的最大牵挂 长春曾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的维满洲国首都 1945年日本战败因为局势被遗留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国百姓不忍这些孩子因此 是崔志荣的,也有个中文名字圣木寻美,也是在长春结婚生子 一九寻美带着十八岁的圣木思宾 他们都在这住,都在这住 已很少来中国了,但老人很理解 过来